古往今来,相机与镜头伴随着人类的生活和发展 从最初的简单记录到如今各种摄影作品的精彩呈现 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上不可或缺既是生活记录的新闻传播工具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让我们一起用镜头来说故事 一起来感受影像的力量吧 在新闻报道中,镜头真实地记录着时代的脚步 无论是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 还是感人至深的感人故事 都是摄影师用镜头,用心灵去感受到温暖时刻 经构图把画面拍摄下来 通过镜头,我们看到了灾区人民的坚韧与乐观 看到了英雄们无私奉献的身影 看到了地球的美丽 也看到了我们人类的责任与使命 我们曾经领略过诗人的内心世界 见证过画家的创作瞬间 品味过作家的生活点滴 那么,现在让我们将视线投向更加广阔的世界 通过镜头去感受那些被忽略的琐碎日常 聆听那些普通人诉说的故事 这些故事或许发生在遥远的地方 记录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脉 这些故事也可能发生在繁华都市 讲述着那些努力生活的小人物 这些故事或许涉及到科技创新 展示着那些推动社会进步的杰出人物 这些故事更或许触动了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讲述着那些感人至深的家庭故事 在纪录片中,镜头常常以其独特的视角 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窗户 无论是自然界的迅理风光 还是人类文化的丰富底蕴 都是摄影镜头为我们呈现的美好画剧 通过镜头,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威严 也感受到了人类智慧的卓越 不仅如此,摄影在广告、宣传娱乐等 多个领域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通过镜头,我们可以更加生动 形象地展示产品的特点和优势 让消费者更加直观地了解产品 在婚礼生日、庆典等场合 镜头已为我们留下了难忘的瞬间 成为人们心中永恒的记忆 同样我们也用镜头聚焦于 那些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 他们在社区职守 在医院忙碌 在灾难面前挺身而出 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责任与担当 他们的名字可能不为人所知 但他们的付出将会成为历史成河中永恒的篇章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 相机已经成为了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让我们用相机的镜头来说故事 讲述每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传递每一个温暖人心的信息 让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感受到影像的力量